好 李小菲啊 李小菲 这么多天不见 你真是一点掌精都没有 对着本杂志也能发花质 对不对 你还说我呢 死丫头 打电话约你你又不过来 怎么 今天有空了 这个最近情况有点特殊 我刚刚快换了一份新工作 还有一点点不太适应 真的 真的 那工资待遇高不高 还可以吧 反正比之前的多高 看来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你气色都好多了 真的吗 可是我觉得特别无聊 好压抑 世上男人有两全其美的事 既能赚钱又轻松 你还真以为是天上给你 调了一块大馅饼出来啊 可是我梦寐领求许久 对对 死了 对不对你 怪我 怪我 蒙莉 你干什么呢 哥 我 我等着上夜班呢 走吧 跟哥吃饭去 不行啊 一会儿老板扣我工资了 工资费我出 上车吧 行 龙飞 跟老板请个假啊 好嘞 这眼睛 哎 哎 哎哥 你小心点小心 哥 你咋了 是不是有人惹你了 谁敢惹你你告诉我 我我我干他去 臭小子 你别没事就打来打去的 有些事情啊 不是可以用武力解决的 那我管不着 你是我哥 谁要敢惹你啊 那我就一个字干 有时候我还真挺羡慕你的 可以什么事都不用想 其实吧 我也不是说没有烦心事 只不过有些事啊 你越想越烦 倒不如不去想 对不对 我不是烦 我是觉得 这生活太没意思了 现在我所做的事 都不是我想要做的 不是吧 哥 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吗 又有事业 老婆又漂亮 这要换我啊 早乐都乐死了 你不懂 这事业呢 是我爷爷那时候创下的 奶奶又很厉害 所以集团的元老们 对我奶奶都很忠心 用不着我操心 至于老婆嘛 也是我为我奶奶娶的 在结婚之前 我们俩根本就不认识 更别说什么感情了 我觉得吧 这个还是正常的 感情嘛 慢慢相处就有了嘛 我爸我妈还不是 结婚之前 谁认识谁啊 真的啊 真的啊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现在好着呢 老两口 所以啊 我觉得啊 老婆呢 只要人好 其他的都不重要 那个有句成语 四个字的 怎么说来着 就时间长了 就感情就好了那个 日久生情 对对对 日久生情 日久生情 想不到你小子说的话 还有点倒影 走 哥带你去吃好吃的 这家餐厅啊 排队都排不上 真的啊 一会儿就知道了 这么晚了 我都真的饿了 我知道啊 有一家新开的烤肉店 特别特别好吃 一起去吃吧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走吧 不过说好了 今天晚上必须我来请客 请你给小了一个机会 也来一些这些天堂 你的私尿 我说我怎么就那么爱你 走吧 我也要买单 到现在还没爬到我们俩呢 这时候了 我快饿死了 顾泽 里面请 我这是呼吸手 真的吗 快快去看我呼吸手 是顾西成吗 行行行 好好坐着排个吃饭呢 顾西成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知道啊 顾西成可是神龙集团的继承人 国内排行第一的钻石王老五 不过他这人很有个性 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 我都没见过他本人长啥样呢 据说他结婚了 可能这次老婆也来 你让我看一下 小温你现在怎么这么八卦呢 不是我八卦 这位少爷一结婚 得有多少女人为他心碎啊 我已经饿都不行了 我要出去吃饭了 别换 都快当我们了 我死了不行 都快当我们了 别走 我回来了 我们先去吃饭东西 睡得太早了 顾先生 你要干什么 顾一场你干什么 什么我干什么 这是我家呀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管着吗 有时候想想 我觉得你真可怜 是吗 说说看 除了钱之外你一无所有 每天只能和一群呼朋哥我出去 花天酒地 那你呢 你嫁到我们家不也是为了钱吗 你别在我面前装清纯 绿茶表 顾医生 你说什么 绿茶表 你混蛋 你才是绿茶表呢 你说话客气一点 你太过分了 你才是绿茶表 你才是绿茶表 你 你是 你是 你就是绿茶表 你才是绿茶表